大家好我是你老婆喵哥 由于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冷了啊 北方呢早就露冬了 南方呢这个也很多地方也陆陆续也才露冬了 所以呢今天喵哥给大家这个讲一下 我们到底要不要换这个防冻玻璃水 以及如何去换防冻玻璃水 我们平时所用的这个玻璃水呢 基本上都是这个普通玻璃水 普通玻璃水的话 它下面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标注 就使用温度零度 代表这个零度以上 也就是说这个玻璃水呢 实际就是这个普通的这个水过滤了一下 然后加了一些洗洁精之类的一些东西进去 所以它到了零度之后啊 它这个水就会结冰 所以随着我们这个气温越来越低 尤其是你可能白天 现在糖上呢 这个白天的温度可能十几度啊 但是到了这个晚上呢 我刚才看一些温度计啊 最低的人达到这个十五度左右了啊 如果再过后时间呢 可能这个晚上的温度就会接近到了零度 当然到零度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到了零度以下 这个就会开始出现结冰的情况 所以呢 随着气温越来越低 我们就要给它换成这种防冻的玻璃水 防冻玻璃水呢 它有适应于不同的这个温度的玻璃水啊 一般情况下 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 是这个-0-55度的 还有-0-39度的 现咱们国家这个华北地区以南 应该这个零下25度就可以了 华北地区以北到东北地区 估计要到这个零下39度的 玻璃水的防冻领域取决于 它里面加的这个木醇的行列 在成分表里面可以看到 防冻玻璃水里面加的 不是我们这个所想的酒精 因为酒精太贵了 酒精的主要成分是乙醇 乙醇价格高 所以为了间谍成本 它里面基本上加的是木醇 实际上就是甲醇 甲醇的价格低 因为它毕竟不是用来喝的 只是用来这个防冻的 所以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接下来你就要搞清楚 你到底要不要换防冻玻璃水 这个取决于你们当地的温度 像苗哥一样 我在这个车子上 我是放了一个温度计的 可以实时看到这个以前的温度 所以就很清晰 但是每个人都不可能有一个温度计 对不对 所以最好的判定方法 就是你看一下你们当地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有没有打霜 有没有结冰 如果说你现在冬天早上起来 发现你们当地早上草上 都是那种白白的一片 打霜了 那就证明 它的这个往上对地气温 实际上已经到了零度以下 它才会这个结冰 才会打霜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的车子 经常是停在户外的 建议可以换上防冻玻璃水 除此之外 你还是确定不了温度的话 你也可以看一下 天气预报这个最低温度 往上会不会到零下 如果不到零下的话 其实也可以不用管它 假如说这是偶尔到零下的话 不用管它也问题不大 因为这个偶尔到零下的话 也不会出现严重的结冰 轻微的结冰的话 对于玻璃水湖和管道的影响也不大 你要是只能停在地面车位的话 现在尝它这种地方 建议大家在12月份 1月份 2月份 这三个月 还是可以提前把防冻玻璃水换上 找到你的这个玻璃水盖子 玻璃水的这个盖子 是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喷水的标注的 然后打开盖子 往里面加就可以了 在换防冻玻璃水之前 你一定要明确一点 就是你里面 现在还有残留多少玻璃水 假如说里面残留了一大半 这种情况下 建议大家可以提前 把里面的玻璃水放掉 怎么放呢 我嘴不可能用嘴吸出来 是不是 所以这个也简单 大家看一下 只要按照我们平时 这个喷玻璃水的办法 把这个雨烧波杆 波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放到它没什么货了 如果它已经不怎么喷了的话 那么就不要持续的 把最后一点喷干净 如果你持续喷的话 容易把这个玻璃水 我们把它烧掉 我们把这个剩余的玻璃水 把它喷干净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玻璃水 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 当然了 也有朋友说 我可不可以直接 往这个普通玻璃水里面加点酒精 这样的话 它的防动力也会有一定的加强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就是说 你算一下 现在酒精也不便宜 脸身酒精三十几块钱 你脸身的防动玻璃水加起来 总不要三十几块钱 是不是 价格反倒比这个防动玻璃水 更贵一些 我个人觉得 当然了 如果你用车的地方 本身气温不会太低 只是说零下几度 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 更省成本的做法 就像我一样 我现在是用的这个 25度的玻璃水 再对一平这个零度的 这样的话让他们稀释一下 稀释一下之后 它的防动能力也大概连到零下十度左右 现在我在长沙用车的话就足够了 好了 相信通过喵哥的讲解 大家都清楚了 我们如何去判断 自己要不要及时给自己的车子 换上防动玻璃水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讲台实在 给喵哥点个赞 给观众好不好 谢谢大家